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中方的重重警告之下,依然可以施施言地去到台灣訪問 當然,中方當然要隨即展開非常認真、具有震懾能力的反制 而新香港的文武百官亦是爭先推後地發表聲明去譴責佩洛西,相信已經令美方、台方非常害怕 這些文章在舊香港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相信亦會帶震愛國群眾的士氣,很值得我們去導讀 而且這些聲明幾乎是每一個官員,無論是甚麼芝麻、綠豆、九品官都會發一篇 好像連發展局局長都要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寫訪台灣表示堅決反對 就說佩洛西寫訪台灣是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對於美國如此明目張膽地作出背信棄義的行為,很多四字處理 局長寓意嚴厲譴責,國家主權不容侵犯,民族尊嚴,不容踐踏,感嘆好 這一篇已經是最短的一篇,相信是有template去抄的 但是有某些官好像比較有hask,長篇大論用了很多修辭手法 推薦大家看看這個新任的政務司副司長那篇,都頗精彩的 但是我們想起來好像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新香港的官員要這樣發表聲明呢? 根據基本法,我們經常上課講的第十三條,即中央人民政府 就是處理香港國防外交,有關的事情就有個外交部特派員工處去處理 香港是有處理事業外關係,即external relations的權力 裏面根據第151條,定義了八個範疇 就是說對外的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 就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和世界各國各地區有關國際組織保持發展關係 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很明顯這個佩洛西訪問台灣就不在這八個香港涉外關係被授權的area 很明顯就是國防外交的事情,很明顯在香港就應該由外交部特派員工處去統一發表聲明 為什麼這一群新香港的官員要說這麼多呢? 究竟他們是自發還是有人動員呢? 我們又看看招勻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的省、市、自治區 包括澳門的特區都沒有這樣的官員發表這樣的聲明 這件事是十分之奇怪的 如果你說是港澳辦動員 為什麼新香港官員要發,新澳門官員又不用發呢? 如果你說是全國層面的動員 為什麼其他省市,譬如說最關台灣市的是福建省 為什麼連福建都不發呢? 如果你說香港是那些官員自己自發去做 那就幾精彩了 那誰要發聲明,誰不發 那就是跟職位完全無關 純粹就是要表忠 如果是這樣的話,傳遞的訊息都幾嚴峻的 就是說外商看來會有什麼想法呢? 他會想到新香港是完全政治掛稅還是經濟掛稅呢? 如果你說有人指使或者上頭下了單 那你私底下還可以溝通溝通 就是說大家都在賺錢而已 你也知道,順後多少都不想的 那你還可以灑過去 但是現在別人澳門又不發,福建又不發 只是新香港官員去發 這樣顯然而見新香港是希望顯示得特別忠誠 特別愛國,對國際關係特別敏感 既然是這樣,我們就很應該上釋一下這些表態 這些聲明裡面 有什麼所謂亮點去值得他們這麼大費周章 在舊香港,任何的官方聲明 都是很嚴肅、嚴謹、很強調是非個人化的 就是所謂的impersonalization 是不會被這些叫做撥庫馬街的情緒 放在官閒那裡相當失禮 就算以前理中學生考公開市 要去draft一些官方聲明 如果出了這樣的字眼 都已經是肥硬的 但是這些是前朝這些叫做不設實際 那麼迂腐的manor 當然就會outdated 跟新香港是無關的 而整個精明的精緒 當然就是標題黨那個寸字 似乎有關方面已經同一口徑用寸訪去形容佩洛西整個行程 就是說他又不敢光明正大飛越台海的中線降落台北 你鬼鬼祟祟地摸黑在台灣的大後方菲律賓這樣飛入境 就是說怕了解放軍自無不勝的超前部署 就是說你偷偷摸摸地入境 寸訪這個就成為村有名詞 那麼新香港的文武百官本來可能連讀都不懂得更加不好說普通話怎麼讀 但是現在就忽然之間人人識的用這個terms 那麼知知不倦的學習精神 也就是不愧每人在習主席的茶經班分享心得的好學生 不過有趣的是 似乎新香港的官僚系統還是很統一的 那麼所以在英文的翻譯方面就沒有人譯到串訪這個字了 那麼整個文章、整段聲明 每一段聲明無論誰寫都好 那個精髓就是串訪這個字 那麼怎麼可以不譯呢 那麼可能就真的不太適應了 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譯呢 如果我們是新香港的公務員要做這個工作的話 那麼相信第一種譯法就是官譯 就是說幾難登大亞之堂的文字 其實你都可以整得幾符合官僚規範的 那麼正常來說 譯諾西這個外國立法機關的領導人 在中國嚴持警報之下 都依然訪問台灣 這個中國官方聲稱是領土一部分的地方 而在這個轉入的過程 有沒有事先充分諮詢通報 那麼這些性質加在一起 就是說它是一個未被許可 unauthorized的visit 也都是有少許即興性質 即是improvise 但是這些是沒有了那種大媽撥庫馬街的傳神 這個是所謂的官僚規範的官譯 另一種方式就是意譯 中共官媒對串訪的定性 應該是頗嚴謹的 因為佩洛西這方面有鮮麗可援 91年他訪問北京 當時他曾經在官方行程離隊 偷走去訪問天空門廣場 拉橫額聲援六四民運人士 這樣已經是一次串訪了 即是說在中共眼中佩洛西就是串訪的慣犯 用得這個字 即是說有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意思 甚至根據某些中國邏輯 可以說是有偷情的性暗示 那麼這一種的意譯 就應該是有這麼嚴重 可以是狠狠 可以是狠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很全神地 可以將那個性行為譯出來 我們就不想在這裏讀了 第三種的譯法就是陰譯 因為大家知道 中共政權最擅長的就是創造1984那種的 新語 明明是一個字你都懂的 加起來的意思都是似說而非 那只能夠在官方那裏 隨時自己去釋法自己去演繹 什麼民主集中制 高度自視 依法治國 人民民主專政 全民民主 共亡富裕 動態清零 全部都是這樣的事 全方的意思 也都必須要符合這個天下無雙的中國國情 才可以很精準地翻譯 那既然是天下無雙 即是你無得譯 只可以陰譯了 那外人才可以領悟 譬如說關係 我們亦做relationship是不懂得到的 那你不如直譯關係 這個也是西方現在慣常的用法 那新香港官員 似乎就要說給他們的翻譯知道 這些這麼有特色的 有中國特色的字 應該去點譯了 但是我們更加要留意的就是說 那 為什麼這群官要遲不遲 早不早 現在才發聲明呢 特別是澳門不發 福建不發 什麼時候輪到這些 香港發展局局長 這個層級 甚至更等而下資 什麼家庭委員會大媽小組組長 都要發個聲明呢 中國戰狼外交 經常都有強烈譴詐 堅決反對 那現在我們 經常見慣見熟 但是我們也要問一個問題 那香港的官僚 你強烈譴詐 堅決反對 那你其實可以怎樣 堅決反對呢 譬如說發展局局長 堅決反對佩洛西訪問台灣 那是不是就是說 從此就不容許 未知參與任何新香港的發展建設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說 香港不再成為一個 官方的白手套 根本就不歡迎美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口講堅決反對 明天就這樣握手做生意 還要求別人來做生意 那又成何體統 那又是不是傷害 廣大外國群眾的感情呢 至於這堆官方的template 有幾個key terms 一定會出的 我相信是有些highlight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我們也很好奇了 想問一下這些新香港官員 那什麼叫做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呢 如果佩洛西訪問台灣 是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域完整 那這個官方定性了 但是他 正如他自己不斷強調 他首先就不是第一個訪問台灣的眾議院議長 而今年或者這幾年不斷有美國的議員 都是相當之重量級的議員 重複重複又重複地訪問台灣 而美國的內閣成員 幾年前也訪問過台灣 那他們算不算訪問台灣的時候 是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域完整呢 如果算的話 這堆新香港官員 為什麼那時候從來都沒有表態 那是不是代表了他們肯定他們訪問的行為呢 而他們不表態又是不是縱容著台獨呢 再者我們又要問回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破壞中美關係諸如此類 根據中美三個聯合公告 有哪一條說美國眾議院議長是不可以訪問台灣呢 根據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有哪一條說如果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 就等同於違反一中原則呢 那我想問一下這些發展局局長 他們不看貓子 其實懂不懂回答呢 不過最有趣 就是這個邏輯最跳躍性的呢 譬如說這個發展局局長的聲明 都還是最後一段的 即是說在Tenplace那裡 即是說局長這隻字可以換任何一個人名 但是呢 我們看不到一個所謂的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對於美國如是名服彰彈 你作出背信系義的行為 局長 予以嚴厲譴責 那這兩句說話請問那個correlation在哪裡呢 通常官銜用官方的身份 局長、司長、市長 whatever 那你用官方的身份 你所指責的內容 是應該直接跟你官方的職涵是有關係的 如果不是 為什麼你要carry那個官方身份呢 譬如說 對於美國如是名服彰彈地作出背信系義的行為 中國外長予以嚴厲譴責 那整句句子 即我們不要理會內容 本身整句句子是通的 因為這個是中國外長的職責 但如果說 對於美國如是名服彰彈地作出背信系義的行為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公安局素王 專案組組長予以嚴厲譴責 是應該跟素王那些有關 我們看前文後 你會以為佩洛西是否一位名記呢 為什麼他要譴責呢 如果不是關於什麼事呢 發展局局長也好 局務處也好 環保處 油局 他們發聲明其實 關於什麼事呢 最後這一類香港的官民 以前我們很少見到 很少見到這個標點符號 就是錦炭號 你出到錦炭號通常就不是官民 就算你私人通訊 即是說情信、訂購、或是絕交 用錦炭號也是很低的一件事 但是在偉大的文革期間 這個是挺常用的文化 譬如說很流行的 當時的紅衛兵 緊急指令 覺得不夠急 那就最緊急指令 那次又不夠 最最緊急 然後不斷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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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很有小龍的特色 本來一般是有幾十年經驗那些資深、港英、提拔 熟讀、觀填、中英文都理論上挺好的資深香港公務員 相信本來應該要久經訓練 克服很多的心理障礙 例如吃藥 或者看醫生 或者讀很多 或者是unread很多的書 才可以活學活用 但現在連一些剛剛被人提拔的官仔 都可以將這些文化揮灑自如 完全覺得不會難為情感去使用 我們可以見到新香港的前途是無限的 確實是絕對已經與祖國完全接軌 充滿希望 也將旁邊的澳門甚至福建 任何地方的忠誠度 都遠遠拋離 遠遠比下去 既然新香港是要用這個方式表達自己的存在感 獲得感 幸福感 明明是說什麼不明白 官方是這麼說的 存在感 獲得感 只要我們 這個政體是永存的話 相信就算新香港有些有心人很想 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很想政府做一些正常的實事 有了這一套戰狼的 恐怕也只能夠戰狼到底 仙福永享 授予天齊 如果是這樣 就算大家有什麼期望都好 又有什麼可能 會回到 從前呢 最重要的 今次下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